福輪有愛 守護祝老 共享善許 為了讓基隆市中山區獨居老人 以及弱勢家庭長者生活上更安全便利 國際福輪3490地區 基隆分區 包括基隆東區 基隆 基隆東南 新北北海岸 基隆南區 基隆永昌 基隆西北 基隆中區 新北瑞芳在內的九個福輪社 總共集資大約21萬多元 捐贈210組浴室扶手和感應式智慧型燈具 支持基隆市中山區旗艦計畫中 新興點燈 扶您的手的計畫 協助中山區210戶獨居老人 以及弱勢家庭長者安裝 減少跌倒受傷的風險 因為我們是在社會上 基本上我們都是做生意的 那我們有餘力 我們就把我們的資源來能夠給 社會上面的一些所需要的民眾 我們能夠做一些資源上的分享和分配 這邊我也再次的感謝德克發展協會 能夠做為這個執行單位 那我知道你們過去的七年 你們都是很多都是經費自愁 或者是有一些單位來做一些追註 那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呼籲 就是社會的善心人士 不管是我們福輪社會來的公益活動的延續 基本上我們可以繼續的來做一些相關的協助 我們人都會老 他們老的行動就比較不方便 那尤其現在的東天 他們更需要的設備來保護他們 所以獨老是更需要我們大家去光盤 本身也是東區福輪社一份子的市議員 選政文廷也認為基隆將進入超高零化 支持這項計畫非常重要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寒冬的季節裡面 大家想到我們獨居老人的一個安全問題 那一起來守護他們的這個居家生活的一個安全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那我想未來我們在議會也好 或者跟市府的一個聯繫消滅也好 我們會希望市政府把這個當作他們重點工作 因為基隆已經是非常非常高齡的一個社會 對於老人的一個居家照顧 真的是一個客戶融化的一個意義 中山區旗艦計畫中的新興點燈 福寧的首計畫已經進行好一陣子 由基隆市政府社會處福島 藉由母雞帶小雞的方式 也就是由資深的德河社區 帶領其他相關個理以及社區之間的見習合作 用善心廠商以及社會團體捐贈的扶手和登具 在個理及社區免費幫弱勢獨居或是行動不方便的長輩 在廁所或是浴室安裝扶手及電燈 提升長輩使用時的安全和便利性 避免跌倒受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